如果等下你覺得12或16有問題的話 我們私底下在講 其實他的發電的設計是12% 那我就要準備一個50公升的水桶 然後上面有刻度 然後核電是12%就放在最上面 然後是裝水的 然後呢 這個小朋友他必須要兩人三角 然後去協力他這個隊伍 因為我會設計闖關五個關 就是讓這五個隊伍他是輪流要換關的 然後呢這小朋友必須從這邊 然後兩人三角的方式 要把那邊的12%的水 要繞過來在這個五公升的水桶裡面 這五公升的水桶裡面 就是我們要想辦法省電省12% 如果省到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需要核電 要省電大作戰 然後這裡面呢 在桌上在開始的時候 桌上有好幾根瓢子 有大的瓢子有小的瓢子 那用哪一個瓢子會比較快 大的瓢子對不對 那這個大的瓢子叫做工業用電 然後還有這個我們要按大小 然後讓他知道說原來我們的民生用電只占20%而已 然後那個工業用電那個瓢子特別大 如果要省12%下來的話工業用電要先檢討 但是沒有想到那個工業用電是有動的 就是他是有動的 因為呢我們政府補貼用電呢造成工業用電浪費浪費電 他們不節約 而且是浪費我們整個國家的電 讓我們需要有這麼可怕的核電 其實這是有教育意義的啦 所以他們就是會去選擇 到底我要去用那個小的瓢子那個民生用電去省那個12% 你可能要跑好幾趟還是去用這個工業用電 你可以想辦法去用手去污住他的那個那個漏水的地方 然後兩人三角的方式然後去趕快把那12%的電倒完 那這個遊戲呢就是透過他們的競賽的方式 那來讓小孩子知道原來我們國家的用電 那很多是被浪費掉的 然後就省電大作戰 那第二個遊戲叫做核電問題一大噸 有玩過那個蘿蔔噸嗎 蘿蔔噸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子 就是核廢料噸 核廢料噸 核廢料噸 然後地震噸 然後就地震噸 地震噸噸噸噸 那這樣噸要告訴他什麼 原來核電有這麼多的問題 然後一噸噸噸噸噸這樣的 然後這時候關主他必須跟孩子一起玩遊戲 那怎麼過關 因為如果說你叫不出你自己的蹲民 或者是你叫錯了 那你就會出局 那這個隊伍要想辦法在時間內要把關主出局 你才能夠過關 我們這一隊有兩個關主 然後他就蹲 然後那個要把關主淘汰 但是呢 我不能回教上一個人的蹲民 就是說我現在講這個核廢料噸 核廢料噸 核廢料噸完地震蹲 他就地震蹲地震蹲地震蹲 地震蹲完核廢料噸 那你就出局了 不能重複回教回來 他必須要叫第三個人 所以呢 變成說這個是跟一個孩子互動的遊戲 因為一隊過來闖關的時候有十二個人 那我是關主 你們就必須要挑戰我 所以跟打乒乓球一樣會越打越快的 關主比如說我關主叫做前坑 前坑因為很多人打到這邊前坑 要告訴他們我是前坑 所以每個小朋友講到第三個就會打到前坑 前坑打完之後就是海嘯 一打一打 他們就想辦法要打他 但是他一直要發射出去 小孩子當然是有時候講到最後 糟糕忘了自己是什麼 然後他就出局了 那這個遊戲的過程 當然我們關主要做一些小小的浪步 不小心就出局讓他過關 不能打擊他的信心 所以我們有時候帶小孩子玩遊戲的時候 都會適時的輸給小朋友 要讓他有成就感 那當然這個裡面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調整跟設計 這個是第二個遊戲叫做核電問題一大噸 當他蹲完的時候你就不用跟他講什麼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專題演講 我們講核電不用了 你看蹲完之後他就知道核電很多問題了 那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遊戲叫做總統有能力處理核廢料 做總統的人如果發展核電的話 他要有能力處理核廢料 對不對 所以有玩過水火箭對不對 所以這個水火箭呢 要做成他載運核廢料要射向外太空 因為在地球上這個核廢料太可怕 要射向外太空 然後小朋友必須要去量 從發射台到外太空是99步 第100步才是外太空 然後這樣子的設計是要告訴他說 只要有1%失敗的話就是災難 1% 我要告訴他核電只要有1%失敗就是災難 然後有一個道具就是總統的帽子 從來沒有人玩遊戲扮演過總統 這個小孩子就會覺得很難 當總統很威風 當總統的 然後就開始玩水火箭就是要打氣 打氣打氣打氣 然後砰 那個火箭就飛過去 飛過去 因為我試過水火箭 它應該不會超過99步 那個是跟角度有關係的 因為小孩子他們 你知道那個仰角多少跟距離是有關的 所以他在那個發射台在調整的時候 他如果弄得越高 他是飛得越近的 其實這是很有趣的 然後他載運的是我們台灣的核廢料 然後總統要把它打出去 那總統如果發射核廢料 他沒有辦法發射到外太空 這個遊戲就是總統要趕快跑去撿核廢料 然後撿了核廢料之後 那總統要報的核廢料到的隊員說 我是總統我反核 我是總統我反核 然後他才能夠把這支火箭交給下一個隊員 因為只要發射出去到外太空 你這個隊伍才可以拿一分 所以就會很多小朋友要趕快 你趕快你不喊的話 你就不能換下一個 所以每一個總統當總統的 就知道他要反核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你帶的孩子 會不會真的當總統 真的可能他30年後他是總統 那你這個遊戲就有意義了 我們不是要改變現在總統的想法 我們是要創造說 未來我們的孩子裡面會出總統 所以這個遊戲是這樣子 然後讓小孩子知道說 原來核廢料他沒有辦法處理 只要有1%的 哪怕是0.幾%的失敗 他都是災難 所以呢在發射台這個關主他要有一個旗子 讓他啵然後他舉一個旗子爆炸了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音樂爆炸了 那總統趕快來撿他的核廢料 這是第三個遊戲 然後第四個遊戲 你知道你有玩過那個沙包去打那個罐頭的金字塔 我這個沙包去打這個罐頭的金字塔 這個叫做核電的利益結構 我要告訴孩子說 其實這個核電的發展他其實不是發電 他其實裡面有很多的利益結構在裡面 我們只有把這個官商的利益結構打破 我們才能夠理性的談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很多都是利益勾結的問題 他不是一個真的跟你理性在談是非對錯的問題 所以呢在這個闖關的時候 這個罐頭全部疊起來變成是一個金字塔 然後金字塔的每一個罐頭上面要寫很多的利益 利益或什麼利益說怎麼樣怎麼樣 官位啦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個金字塔的一個罐頭 你就是要把它擠垮 那擠垮我們不是用沙包嗎 那沙包我的設計是上面還要寫正義 正義的沙包你要丟過去 然後你要拿到這個正義的沙包 你還不是那麼容易 你要闖關的 所以這個隊長 隊長要跟隊員要進行比手畫腳 比手畫腳 比如說我跟他講一個問題 比如說地震 我們隨便講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就是你可以跟他問問題 然後問問題 比如說要跟他講 是什麼 然後他必須 隊長要這樣子降比 這是什麼爆炸爆炸 然後那個隊員就要猜答案是什麼 那如果猜對了話 他才能夠拿到一顆正義的石頭 然後去把那個核電的結構 利益結構擊破 如果這個罐頭全部被推倒的時候 你才可以過關 那第四關要講的就是 你玩完遊戲他就知道說原來核電的問題不是只有發電的問題而已 它是有人要拿錢的問題 那第五個遊戲就是叫做 非核家園全民一條心 那我們知道都有玩過兩人三腳 那我這個最後一個遊戲是十二個人十三隻腳 十二個人十三隻腳 但是我腳跟腳之間不要用戶綁著 比如說我跟他 然後但是呢 我們是隊長 這個是十二個人 然後有十三隻腳 我們在出發的時候 腳要一起一起動 但是是十二個人一起動 然後再走 一起動 這時候隊長 隊長的口令只有一個 喊非核家園才能揪前進一步 然後前面十公尺是目的地 叫做2025年 然後呢 我喊非核家園 然後才能動 好 非核家園才能動 非核家園 我如果分開了就要回去 如果我不小心湊開了就要回去 十二個人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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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然後 可以 我們玩過 玩過 它其實是一個默契的問題 你只要失敗了幾次之後 它就越來越有默契了 所以叫做非核家園全民一條心 那隊長就要喊非核家園 它才能夠往前進 這時候官主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設計一個就是讓小朋友知道說 如果你犯錯了 你必須要承認 那你 你如果腳分開你就必須要回到起點 從頭來 但是如果官主在旁邊 吹哨說你犯錯的話 你的起點就往後延一公尺 他永遠走不完 走不完 所以 這個遊戲就是 因為我玩過就是說 玩過幾次之後 小孩子不知道他自己做錯 他會舉手的 然後他舉手的時候 這個整個團隊會很有士氣的 你知道犯錯會有士氣耶 他在犯錯 他知道自己錯 然後告訴大家我錯了 然後大家會回來 然後他會更小心 他會 這個隊伍就很容易達到這邊 到達目的地 那我也是意思說 其實在廢核的過程裡面 大家難免都會有錯誤的 會有意見不同的時候 我們要學習包容 他犯錯 然後我們其實要有很多包容的心 然後做錯事情的 必須要能夠勇於承認 然後跟大家一起合作 然後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就廢核交由一條性 最後他能夠在時間之內達到 那我設計的就是 這兩個大遊戲 跟五個重關遊戲 當然 我最後一個 跟一個華僑 就是在國外念書的 他們在台灣這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遊戲 如果 如果玩的話 當然 一般的家長很難接受 所以我們必須要另外一個包裝 所以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儘快那個英文版的就會出來 就是說 那個台灣戰鬥語學沒 多元教學 所以裡面包括了很多的幾個 幾個對話 都會變成是英語對話 然後幾個專有名詞 然後我會告訴 那個家長說 他們來到這邊是學美語的 所以我一開始會有中文版的 然後還會有英文版的 然後還有這些 這個營隊裡面會產生幾個簡單的對話 那一開始可能是中文 然後變成是雙語的 然後就是全美語的 那你知道說 過去在辦營隊的時候 如果像東海大學 我記得那個陳東堯老師 就是我另外一個老師就跟我講說 他在東海大學辦那個兒童營的時候 只要那個兒童營 只要打出叫做 精英或是頂尖 那就爆滿了 因為每個父母親都以為他的孩子是頂尖的 所以都會爆滿 所以你的營隊呢 如果講的是什麼全美語 你一定爆滿 我跟你保證 因為每個父母親都覺得這個是對他孩子是有用的 那如果說 因為我是覺得說這個有他的市場在 然後父母親會想要這個 如果你只是叫做做什麼環境議題怎麼樣 你就會覺得怎麼來參加的都是認識的 那我們就是用不一樣的方式 來你可以學美語 然後可以怎麼樣 然後就去練習他 那這個練習這個美語 其實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的朋友 他們都可以幫忙 其實我覺得我們大學生有一些那個英語的聽跟說 只要稍微練習一下 他們都可以去玩這個遊戲 那以上就是我簡單分享的這五個 就是三個兩個遊戲 然後闖關遊戲 那我現在就是找像還真 還有就是一個就是 我們在台中反合的時候認識的一個朋友 然後他是做那個設計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應該要趕快去設計完之後 不是像一般的營隊 我們是做完一次 然後沒有辦法耐久的 我們必須讓這個這個教具能夠玩好多次 重複重複完了 裡面還有什麼 裡面還有那個 老師的什麼教師手冊 然後還有其他的延伸閱讀等等等等 然後小朋友玩完之後 還有一個小小的繪本 讓他去著色之類的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要設計好 變成是一個叫做教材包 然後我跟他講說這個教材包弄好 然後我們把成本弄到最低 讓這些我們只要有興趣的朋友 你來上完 然後這個教材包你帶回去 你帶回去馬上裡面所有的道具都有 你就可以開始玩 那我是希望說他盡快把這個道具設計出來 但是如果說他的道具還沒有就是量產之前 其實你們就可以開始玩了 那我就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就是我的這個教案的部分 然後我會寄給大家 然後你可以 如果有興趣你可以跟我聯絡 你可以自己組一軍的話 我所謂的一軍就是15個人 不管是在台北或是高雄台中 你都可以玩 你在學校裡面你也可以玩 然後我們目標就是為了